大家都知道了,内地流行乐女子组合火箭少女101,在2018年6月23日创造101总决赛成团之夜,轰轰烈烈成团出道,又在2020年6月23日的遇见再见火箭少女101,告别典礼中轰轰烈烈的解散,11位小姐妹从此各办东西,开始新的篇章,从变更情况来看,该工作室原来的老板盛伟达, 全身而退,而受伟达,正是杨超越所属公司文栏文化的合伙人,而且对杨超越也是非常照顾,杨超越工作室官博,早已正式认证上线,其个人资源也是非常不错,自火箭少女101解散之后,发展领域越来越广,不论是演戏,综艺还是唱歌,最起码现在看,火箭少女才解散,刚毕业的杨超越,7月的行程也是满满当当,在刚刚出道不久,杨超越便接手到很多资源, 比如2018年7月26日,杨超越随火箭少女101,为电影西红柿首副演唱的插曲《卡路里》上线,不久这首歌便火遍全国,仅凭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,成为洗脑神剧。 2019年,杨超越还出演了古装玄幻剧《江夜之光明之战》与陈飞宇、王鹤蒂、宋一人等合作,他所饰演的浩天是天地之神,性格高冷孤傲,并兼具美貌与智慧。 同年12月,杨超越又与陈毅、赵英子、韩栋及梁静贤主演的仙侠爱情剧《长安诺杀青》,杨超越在剧中饰演,以现代医学生身份,意外进入修仙世界,身怀凤凰神血的天才少女凤舞。 第一部正儿八经的剧,杨超越就当高女主,经过几部戏的锤炼,她的片酬也在不断增加,而最近也有粉丝讨论,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杨超越,一部戏的片酬5000万,甚至被爆比杨幂和赵丽颖还高,迅速引来围观。 虽然这是粉丝的自害,且不关心演技的情况下,杨超越的流量也是值一些钱的。 如今的杨超越,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拮据到为了2000元通告费参加比赛的小女孩了,希望紧密女孩会继续幸运下去,迎来属于自己的事业巅峰。